做完了这个MultiButton的这个范例 把它执行到手机上 不过你会看到执行到手机上面 那这边有这么多的语系 这几个语系呢 假如说我今天执行过去 这个是 这个好像没有去 这个是完整的 看一下 如果是完整的话 你可以看到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主要是 这边有一个RES是Resource 底下预设是Values 那如果说你新增了多国语系之后的话 这边一定会出现什么 各国的语系 那有什么差别呢 有没有看到 原来是Values 那如果说你有增加英文的话 它有个-EN 如果你有增加日文的话 就-JA -KO 然后那个简体的话是-ZH 再一个-CN 这个地方的话是后来新增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新增就没有这个语系档了 那网络上有一些讨论呢 它是要叫你自己建那个资料夹 其实不用啦 你要建这个资料夹的话 直接从什么 这边点下去 add一个new translation 其实这个工具好像在 在旧版 旧版就已经有了 可是做的没有那么好 好像之后这边的语系的这个工具 做的越来越好 那就不需要说你自己去建的 直接从这边呢 它会自己帮你产生 好 那做完毕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呢 如果呢 我要执行到模拟器 也就是我这个模拟器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原来 原来的这个 我先把它 移掉 这个 这个先在执行过 那把它执行在手机上 那它有多过语系 可是呢 它会按照哪一个 当成是主要的呢 insure insure 特别主要 它如果说丢过去的话 基本上呢 你的手机是哪一种环境 它就会以那个环境当成是 因为这个专案的名称 这个等一下再看 那基本上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执行过来的话 它预设的环境 应该是英文版的 英文版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更改 那个假设说你今天 你的手机 模拟器执行起来的话 你按menu键 你可以看到 在它的下方呢 会出现一个setting 那这个setting 你会发现 它讯息全部都是英文版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app执行过来的话 它会是英文版的 如果你要改成其他语系的话 在你手机里面 每次手机都有 有个setting 那setting是里面的话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可以去更改什么 它的language 也就是说如果 你将来希望 这个app呢 它随时可以变更 那个语系的话 你可以去变更它的language 比如说你今天希望 改成什么 改成中文的话 那这边可以去做修改 OK 改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所有的讯息 就会都变中文的 那你执行过来的话 看到的也会是 中文的部分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呢 更改这个语系去让它的显示做变更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再test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再来看就是第四章的部分 那等一下的话 第三章完之后 第三章 这边还有一个英里转公里 我想这个因为时间不是那么够 所以给各位当成sample 你们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可以把这个做出来 反正就这个是界面 做完之后的话 就是source在这里 然后最后秀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来看那个 第四章的部分 那第四章 各位可以在 云端 这个这个 我的云端 云端一点上面呢 可以看到讲义了 讲义有第四章 那我们直接来看 最后完成的画面好了 基本上 我如果今天希望做出 把前一个章节的 那个多按钮改一下 改成什么 假设我需求很简单 就是做成一到九 可是呢 我的按钮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一个字 而是一个图的话 比如说类似像这样 然后呢 再利用这个sample 我们来做出 什么样的效果 包含就是说 了解一些讯息 讯息 比如说像TOS 像LN Dialog 在LN Dialog怎么做 我这边有个demo 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我分成两阶段 一个阶段是原来的文字 一个是图 来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类似像这样子 那比如说这个也是延续上一个范例 比如说这边一样可以输入123456 那一样可以清除 OK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有点像ATM Input 就是说你今天输入 输入一个密码之后 那你最后的话按一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下方 会出现一个这个讯息 这叫什么 这个叫TOS TOS 在Android里面的话 我要怎么样跳出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很简短的讯息 让user知道说 你密码错误了 那如果你密码错误 表示这个数字打错了 那怎么办呢 再让它key一次 OK 那比如说我的密码应该是 我把这地方清掉 123456 好像是这样 按确定 那底下的话呢 就会显示什么 显示密码正确 一个错误一个正确而已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一个sample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再按一下结束 假如说 各位可以看到 假如说你要提示 确定是否 是否结束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这个叫rn.log 那这个rn.log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设计 里面的话会 比如说我今天 title message 还有两个button 我要怎么去做 那另外按一下确定的时候呢 我就让它自动离开了 大概一个简单的一个sample 那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 第一个请各位先建一个新的专案 这个专案的名称的话 就是CH04 第四章 那名称的话呢 我们叫atn input atn input OK 类似简单的一个sample 那这边的话 2033 把它下一步 先建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专案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UI 跟它的一个call OK 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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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